特區政府一直推動民間的體育活動 去提高市民的體質 例如透過合作和資助等方式 鼓勵民間團體使用體育設施 並且將民間團體和學校體育設施 納入公共體育設施網絡 而為了給更多的市民參與體育鍛鍊 政府提供更多的空間 在各區設置了公眾活動的設施和場地 又經常舉辦大眾體育活動 這些措施得到不少的好評 但是之前有調查顯示 澳門中學生平均每日體育鍛鍊的時間明顯不夠 以每日運動一個小時的標準來衡量 達標的受訪中學生不夠兩成 行政長官在2013年的施政報告中 曾經提到 根據追蹤監測結果 近年來 居民的體質總體水平有所提高 但是幼兒、兒童和青少年體質的總體水平就略有下降 我們經常說要培養年輕人 更多的體育課程 但以我所知 有部分學校為了增強學生的體質 會安排學生一起做課間體操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嘗試 既不嫌悟學生的學習知識 亦可以給學生在課語輸展筋骨 長遠堅持的話 亦可以培養學生體育鍛鍊的習慣 又可以增強學生的體質 我認為教青局可以將這種簡單而有效的體育鍛鍊方法 更加積極地向本老中學小學推廣 尤其應該注重鼓勵小學生參與體育鍛鍊 只有從小做起 才能夠有效地培養學生做運動的習慣 提高居民的身體素質 第二 由於大學課程更加繁重 體育課也不是大學的必修課程 所以澳門大學生參與體育鍛鍊的時間 更加得不到保證 在鄰近地區 有不少大學將體育課列為必修科 目的是為了令大學生能夠有強健的體魄 來應付學業和日後參與社會工作的需要 但是澳門大部分的高等院校校園面積都不大 沒有辦法具備滿足學生進行體育活動的條件 考慮到澳門大學搬到環琴校區之後 能夠增加體育鍛鍊的空間和運動設施 我建議澳門大學應該增設更多的體育類選修科 並且積極聯同其他院校合辦一些面向大學生的看體活動 令大學生有更多的鍛鍊機會 還有一點建議是 現在的年輕人流行跟著網上視頻做運動 但是網絡信息未必完全正確 建議政府應該向市民普及宣傳科學運動的正確信息 更好感提高全民的體能和體質 多謝